刚才那个摆教讲他们的 他们也是讲的 有时候看 你觉得他们讲的 可能还义中天 义中天不错 义中天挺平的 他们认为易老师 在讲课中间那些用词 不是很妥 比方说 诸葛亮是一个少年英才 而且是一个帅哥 帅哥这个词 他们认为 有点一笑大方 一笑大方 读过三国志没有 三国志怎么描述诸葛亮的 身长八尺 容貌甚伪 不叫帅哥叫什么 叫伟哥 义中天有点自己的发挥 义中天是根据逻辑来讲 当然也很生动 一开始觉得 这哥们有点像说书的 但后来呢 还是讲得好 如果是白家庭 想他找您那个 做那个演说 我不去 因为电视不能直播 我说完呢 能够剪成傻意了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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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